契媽走了,真的很惡言,很傷心,很不捨得。 因為之前有跟她見面,聊天,吃飯。 之前還有跟她說說以前的事情,她最喜歡跟我唱歌曲。 跟她說說以前的事情,她也很開心。 但是後來情況越來越差,所以我上次跟她見面,我就上來隔離了。 這個隔離,這個隔離就去了現在差不多九個月。 所以都沒想到契媽走得這麼突然。 真的很不捨得,很難過。 我剛才跟新飛姐通了電話,她就告訴我, 媽媽早上就幫她洗澡,洗完澡就幫她游指甲, 為她吃虎仔。 吃吃吃吃吃多一半,她就閉上眼, 這樣就再見了。 她是非常安長,很舒服地走的。 我聽到,我的心都安慰了。 起碼是舒服地走得舒服。 這麼多年,她在這個行業裡,也有很多人疼她。 看過乾媽媽,在當日她腦腦退化的跡象,現在加深了很多很多。 根本認不到我是誰。 我內心都很難過。 我內心都非常難過。 我離開的時候, 就跪在那裡, 跟她,向她叩頭。 也是叩別。 。 那,始終, 老人家, 八十八歲都是高手。 啊, 沒辦法, 這一天, 終於都會來。 。 嗯, 我在這裡, 表達, 對我乾媽, 琴姐, 無限的懷念。 希望, 觀音菩薩, 帶她, 到極樂世界。 到西方極樂世界。 。